这女婿也应该管金一些 如果不管金 她会打零 她管金不了分 也就是最好 她会打零啊 从老肖的直言片语中 我们也明显感受到了 她对这个女婿的失望 可就是这通联系 再次激起了王先生的怨气 在她看来 她和妻子走到今日 和肖女士的父母脱不了关系 每一件事都介入 我跟你提几件事吧 第一个事情 她调度工作的事情 以前是异地 我在这个县 她在那个县 她回来要四个小时 那个时候我们有小孩 有一次机会 她会掉到我们县里面 但是是去我们县周边的乡镇 不远 那个时候买一辆车回来 大概是二十分钟 到半个小时 使活不肯 她家里也是使活不肯回来 她就是为了你分居 都不让你团聚在一起 再聪明一点的人 也会选择回来 因为回来在乡镇 你有能力啊 我们乡镇下面的好远的 都可以到我们县里面 过度一两年就回来 这个是最后 萧女士听了她家人的 没回来 从来没问过我意见 那种事情不问我意见 她家里就做出了决定 跟她做出了决定 从来不跟我说 我张修 我要贴木地板 她家要贴磁状案 又她家她家 而且是我之前跟她商量好了 她也从意了 她一回家就反了 木地板都定好了 你说怎么搞 来还去她家也跟我说 还打电话跟我说 说了这么啰唧八糟 老实说老实说 说得挺不爽呀 每次都这样说呀 还有呢 我妈妈来我家 来我单位住院 发了一两千块钱 我去她家里 说这个赵木 要跟我弟弟充报 要啥 要平淡 要啥啥啥啥 她父母提出来的 对 可以就一两千块钱吗 挣很多吗 那你可以离婚呀 我早就想离婚 我自己也是个解车 你要是不改 我也不改 她也不改 是要早离婚啊 我跟你说 一个人发火 绝对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我以前的脾气不是这样 我以前脾气很好 后来好多事情家里里面 我和不好弄得我脾气 越来越暴躁 越来越暴躁 我问一下王先生 毛病是两个人一起生机的 日子过成这样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们两个真的 几乎没有一件事 能谈到一块的 你为什么还坚持这个婚姻 主要还是小孩子吧 我今天不会再喂孩子 因为我觉得 只有我活得光鲜亮丽 我的孩子才能良性发展 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 这个人的综合素质 不足以支撑我孩子的良性成长 ualtyazı M.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